在满清政府的时候 有一个很有名的贪很多钱的贪官 他们叫他 那个叫做和申吧 和申吧 他很多钱 那当时皇帝拿出一个宝塔 出来这是皇帝正常的 非常珍贵的宝塔 和申有钱到什么样子 他看到皇帝拿出那么小的一个宝塔 说非常珍贵 是皇帝正常的一个宝塔 皇帝应该是最有钱的 和申在底下偷偷笑 在我的储厂室里面 有一百个那个宝塔 他就有一百个 皇帝只有一个 他就贪了九 一百个 等于是贪了九十九个 真的有钱 和申 这个季晓兰骂这个和申 你口口声声讲说爱大清 居然还贪污那么多的钱 他的钱是不得了的 他富可抵国 甚至于盖过那个国 就从他里面超出来的钱 比国家的 比国家财库的钱 还多了差不多一百倍 这个真的是很大贪 但是他每一天嘴巴讲的 他是爱大清 季晓兰骂何棍 你口口声声讲说爱大清 居然你贪污了那么多的钱 这个和申就反驳了 季大人 你让我贪污那么多钱的大清 能够让我贪污那么多钱的大清 我有什么理由不爱 真的是爱 现在大家懂了吧 看他怎么爱 看他怎么爱 是这样子 人生就是这样子 最近我的床头挂了一个十轮金刚 很大幅的十轮金刚像 一盯上去我一开关 他就跟我讲 要去欠所有的弟子 不要去聚财 不要聚那个聚财 他说你聚了财 不是被托 就是被抢 不然会生很多的不好的 不吉祥的事情 他是这样子讲的 你说但是 天下所有人都爱钱 没有一个不爱钱的 他的意思是讲说 爱钱可以 起之有道 起之有道 而且适可而止 要多多去布施 那是十轮金刚 跟我讲 爱钱可以 起之有道 你多了 就要布施出去 因为你聚集了太多的财富 会变成佛根 这是十轮金刚 那是十轮金刚 真的